在11楼的大型广告帆布被风吹到景深一边连接着 下方则是人车来往平凡的基隆市区 看起来显向环升 这也是基隆市爱山路与仁岳路交叉路口的吉祥大楼 7月22号晚上位于11楼的大型广告帆布 可能因为烟花台风即将来袭 被强劲风势吹落了一大半 路过民众担心如果掉了下来 恐怕会造成严重意外发生 大家一定要注意住家附近的悬挂物 如果有散落的地方一定要可以把它防禁 不要造成危险 在市议员郑文婷提醒下 警方等单位在现场警戒 大楼管理会方面也立即联系业者聘雇吊车 马上将这一片大型广告帆布拆除 顺利解除危机 郑文婷也呼吁相问业者 台风来袭一定要将广告招牌等物品加强固定 避免被风吹落造成意外发生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